假证件就像假照片 网络男虫专挑女生行骗 还不止高雄的女网友 前差点被骗走 台中一名超过40岁 有两个小孩的主妇 也被骗走了2万元美金 相当于是60万台币 男子是蛮英俊潇洒 加上又是董 又是知名证件公司的经理 所以才会被诈骗 面向他香港雅士 前直董盛品如的照片 无端被拿来冒用诈骗 一名自称是林淡的香港男子 说自己是香港国际证券集团VIP经理 现实夸在女子很漂亮 怂恿她离婚 又在今年1月时 谎称有内幕交易 骗她投资2万元美金 相当于是60万元台币 但根据转述 盛品如曾说 好友跟她提过 有人乱用她的肖像 她要大家注意 网络安全 对歹徒冒用她的照片 她也很无奈 但就有另一名高雄的女网友 勇敢出面指认 只不过到现在 诈骗分子都还没有落网 她们会专找熟女 可能也有点钱 可能会依照你的收入 去调整她要诈骗的金额 那一张内容 徐寒问暖 还附上证件 说自己来自香港 在赛马协会当主管 接着要求女网友 投资2万到10万元 保证赚钱 却被女网友试破 出面爆料 用的也是同一张证件照片 无辜的是 香港雅士前直董盛品如 俊驾长相照片 竟然被歹徒冒用 这是黄健壮 韩志欣在台中的采访报道